15号有媒体报道称三权灌汤水饺抽检出疑似非洲猪瘟病毒在杭州市场上有没有被曝光的批次呢 如果消费者买到了存疑的产品又该怎么办呢 今天我们记者随机走访了杭州三家大型超市 2月15号有媒体报道称三权生产的灌汤水饺在湖南湘西甘肃九泉两地抽检出疑似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 疑似批次包括2019-0113H的1000克灌汤猪肉水饺 2018-1111H的500克灌汤猪肉香菇水饺 2018-1129H的500克灌汤猪肉芹菜水饺 2月17号三权食品发公告称 公司已经第一时间将相关疑似批次产品从各销售渠道全部封存 由河南省畜牧局牵头的调查组已前往湖南甘肃两地 协同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核查 今天记者走访了杭州世纪莲华华商店 物美大卖厂文一路店和华润万家云和店 目前三家店都有三权系列的速冻水饺汤圆等产品在售卖 三家店的负责人均表示 新闻出来后他们及时自查 在系统记录里都没有发现存一批次 目前文一路雾美和华润万家云和店都表示 如果有消费者来退换三权水饺 不管哪个类型他们都会退换 如果说顾客不放心说在我们这买的商品 因为听到有这个三权的水饺有问题 就这三个批次有问题 想要退货的话 在我们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 我们就是退货的时候核实 确实是我们在售卖的这个批次 那我们是可以进行退货的 我们这边是本着给顾客那个 然后所有的顾客来这边的话 我都是做那个五大爷退货的 这多不多 多不是不太多 这都大概有个简单吧 世纪连华的项经理说 目前关于三权水饺的退换 公司还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 如果有消费者来退换 他们会尽量妥善处理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也没有接到相应的 顾客的反馈的这件事情 三家超市的负责人表示 下架和退换的水饺将全部封存 消费者退换产生的费用 目前由超市承担 后续会和三权方面协商 1818黄金眼技术报道 对于此事 目前市场监管总局 农业农村部正在调查核实 在调查核实